議會必須長 大家好 首先要來教我們民政局長來討論我們這個菜市的問題 這個菜市正是頓管理理辦公室和社區法典法會 和老人福利合政委在使用 但是我們0206這個地檔之後 作成它的結構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們區公所在6月要報簽 要報差 是不是這個地點 日後我們來跟整個做 菜館 北館 檔館的理外人中心 請局長是不是來費心 來關心這個問題 是 感謝議員 對這個黨官這個部分的關心 因為確實是今天受到 空氣空落這個地檔的關係 這個建築物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省法公司現在去做管理 它也有比6月分要來貼土 現在 暫時 我們有先來上屆跟拜託經發局 和最理教的部分 我們先把這個外農中心的部分先刷去 第一次的這個議労的部分 暫時來讓他們做輸用 第二就是議員在建議這個當地這個原地的部分 我們先來做回到地方 做回來賓國 如果這位適合作為三里的這個 聯合使用的外農中心的位 因為進行主席 他這個地點就是 當地界位裡面是市長用地 我們來請教 緊發局這邊 對市長未來使用 是不是要再用 是不是要作多目標使用 或是說不需要使用的外 我們來把全案變形做機關用地點的方式 或是有比較適合的地方 我們才會來做一個環境的秉庫 跟議員做一個說明一下 好 感謝國長 國長請坐 再來我們要麻煩我們的幹部國長 我們來蘇國長 我們來討論這個 蘇國長 他這個社會 十文客提供桌 為蘇處理五百公斤的旁邊 到我們蘇國長 到我們蘇國長 他這個桌 最會 所以他會知道 建築 道路長 我們蘇國長 這也要需要我們水利局這裡來同意 不知道我們水利局長對土地扣寬的意見是怎麼樣 感謝議員關心這個水防道路可以透過這個議題 我簡單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水防道路看起來應該是10萬塊的提供道路 對 10萬塊的提供道路 這就要我們來照這個規定 就是流局管理的河川工地 所以我們這回來回看的時候 可能還要找流局 這回來討論一下 看這裡的河川工地的環圍 是到什麼地方可以利用的環圍到對 我們再來探討一下 我們水利局第六河川區 在二維西山的公文 有標示說 這已經讓我們安靜區公所接管 我們如果要扣寬的位 就是我們政府扣寬 把他們扣寬 把他們提出 租用許可申請 對 他們就是要有一個河川工地的申請許可 我們如果大家看一看都一筆 我們就來把流局來申請這個河川工地的許可 這兩筆 市民的公司 或是在外面的工作 不只要保留 這個公司 空的公司 社會上去 他樓座 這位公司 真的要保留 是 既然這個案 公所已經接觸了一半倒路 我們會叫水利單位 匯董來檢查 再來就是說 水利局檔請坐 記得我們那個原子學院前 我們台南關的地區 我們很多為都市價位地區 像生化藍原料 安定間口的所在 都缺乏都市價位地區的公園綠地 我們公共設施的缺乏 請問我們水利局檔有什麼方式來處理 我們要參加我們這個生化 南郡綠地區 是貫穿我們生化市區的嘉南大順 南幹之縣 這東西是 是頂公所給我們嘉南水利局 請出來做的 所以說 這個 水路公園化後 到要唱 去 製作一個生化藍原和的命 現在我們港口 那裡有 一段 就是 132縣 沿線自南133縣 到安定的複合市運動站 那裡 是不是 我們 來整個做 聽到 挑生化這個 綠地公園 跟這個林議員報告 咱這個 選化這邊 他的 初期計來 最主要的工程 就是 選化國小 對面 那個公司 大概差不多三個 你所提起的六文了 其實你那個所差是很輕 另外就是目前公所,在公所的北平那裡整個管理公園 整個要,但是目前還要留下來這個設施 對於這個繁華的部分,其實我們在比較南平的地方 就是南科和南科特定區的L7M7,其實都有很多大公園 當然,部分是這個制宏池公園 最主要是土地的儲得,第一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找到公園 但是這個也不容易,像我們的台藤 其實我們選擇藤圈也有很多修繩的空間 所以土地的儲得,第一就是公園 第二就是希望可以用市場中的或區段精修來儲得 其實我們目前在繁華和安定這個地方 F7和Z7,這個開發區最近還要開發 在F7和Z7裡面,我們就有整個公園 大概,制宏池的部分,大概15公園 我們這個不是制宏池,實在是公園,要有1.4公頃 所以這個可以充分來替代說你去土地的儲得 因為其實去土地的儲得很近 尋找到公園跟市區都是很近的地方 鎮床當然要靠鎮床還是土地的儲得 在安定的地方 當然我們當初也希望有一個公園文台來用 不過他們要來我們藍庫裡面,速古園區裡面也有很多光園 其實我們沒有安定的 鎮床在速古園區也沒有安定的地方 最初把林議員報告 主席 所謂我們是要研究說 我們這個港口這個水泥高邊的 它的延案我們把它做濾化起來 這時候我們可以來回動水泥 因為如果有空間 當然要來配合 要來做濾化的東西 因為我跟你這樣報告比較快 剛才你講的 跟我們大陣旁邊的那條渡路 要討論王安町方向 因為那不用土地使用費用 只要有水利 六合局同意 我們就來做 你現在說的大陸的景觀 如果說是公家 當然我們把政策做景觀改造 這沒問題 如果說輸人的 如果可以透過林議員的幫忙 輸人的說不好因為景觀改造而已 是讓附近的民眾 有一個比較好的休憩的地方 如果土地不用錢我們市政府就來做 這樣好不好 市長報告就是說 我叫理長去現場看 那應該是公優地 沒關係 如果說是公優地 但是主委委員會 我叫主委委員會合到 沒有太麻煩了 因為通常都是土地出的費用太大 如果單純土地不用 做這個景觀 這個我們來做沒有問題 是 感謝市長 我們剛才請教授 我要親告我們的交通局長 我們的山局長 我們焰山公車 海南半回接 將七點發車 在我們成員 專門站七點十五發車 他不會一來 都著重問題 甚至昨天 Pegby 報告 根據安靈沾,這次是非常嚴重 所以那些孩子一直有來歡迎 也有叫我們公共因素處聯絡過 就是維護大學會改派大台的巴士去載 不知道我們局長有沒有現場這間可以這樣做 感謝議員對公車關心 這間橘山之線過去因為我們初期文量不太多 所以我們是用中巴去造 現在越來越多人做了以後 尤其是早上下午的確 現在學生也很多 這個部分我們跟新南客運在研究 但是因為現在各個尖峰時間人都很多 那新南客運現在大台車比較不夠 但是他今年我們補助他又買了15部的滴地板公車 所以我們有協調新南客運 在這個暑假這個新車一到了之後 我們會來調配 用最新的滴地板公車來增加早晚這兩班這樣子 這應該沒問題 警察局長 請坐 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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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有高班 現在有高班 我們平均一年一百三十幾個月 勢必就對了 也是沒辦法讓他們在家 他們也是要去找學校 在他們的任務 他們都沒有辦法 他們都酸心家庭 他們都酸心家庭 現在喔 那天我在現場聽到我也覺得很辛苦 他們說現在是辛酸啊 家庭啊 不是酸心家庭啊 他們想不到說 紀念 為了孩子的教育 要下去找學校啦 不可以 就近 主持人要讀小生就對了 我們不要說他們 看小生國學 會等我讀不讀 會這麼受罪 也是 對 那個LM 它之前到 我們年代 萬港的 就會 的前 和 554號 所以到年代的時候LM一個是2,176塊 為了這個交易的問題 他已經是整個LM的人都要於這個問題 那麼他那裡就很需要開發 你後面不去的話 做成說多次 你也應該要做功課 你也應該有收到 有準備給你的前情書 你也應該做功課 我先請個長 來講一下看你的概念 非常謝謝林議員 對於這個LM區這邊設校這個部分 其實議員一直都有提醒我們 也非常關心這件事情 那從中幾年 其實你說這件事後 其實我們就有九個 跟小新國小 大成國小三化國小 我們就去 因為他說他這三間學校是你 會讓M區比較近的學校 所以我們就來學校 然後討論 所以目前呢 我們現在是把小新國小 本來一年近的一班 來調經做兩班 來一個因應 就像是你現在這個資料 所標示的 是說七歲 現在他在小新里的 這個 學生的 這個人所 要在小伊的 有七十六個 對不對 他今年呢 是這個上去報到的 去小新國小報到的 是三十四個 這也是標示說 我們選兩班的情形 照理說是可以 可以受五十八的 小孩 但是他目前的 也要不及受患的 這種情形 這是先把 他做一個 水平 另外就是說 其實我們 也是 做一個 當季的 冰國 就像 這個表上下的 譬如說 現在出事 還是一歲 這呢 差不多是冰國 一百十年以後 會入小伊的 這些小孩 我們也是有做一個 當季的 冰國 就是說 我們現在大成國小 他是總量管制學校 他也沒辦法再增加 那上化國小呢 他這幾年來 其實他的學生所 都有在增加 因為現在這個校長 辦公也很認真 所以他都 人所在增加 那 他的班基層 也有在增加 小新國小這部分 就是他 學生的部分 所以沒辦法 開新的校舍 所以他空間的問題 沒辦法再增加 因為現在 LM區大部分 的小孩 也都會在小新里 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 是有在併合說 如果 學生的人所 還有 一個是 他的學生宿 一個是說 他還願意 留在他在地 來就學 這樣 為 我們可能 在小新國小這部分 或是 他的 學校的部分 做處理 或是說 在LM區這裡 來做一個 較長期的 整個 這樣 先把議員 做報告 首先 他 他 聽說 他 他 你這個 沒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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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為到教育沒住在這裡 要讓市長知道 在南科市長所帶動的人 有新中靈靠的附近 我們阿南區 在96年到1804年 他是新中一生 他們當時是17萬多 所以他們現在是19萬多 現在是23萬多 剛才我們生化也對得到 我們生化也是新中一生 我們當時是4萬2千多 所以現在是4萬7千多 你證明說 我們生化也是新中一生 我們生化剛才是4萬2千多 現在有這些建築 雖然多次說到有夠多 其實真的是幾 如果以吉林性 來比生化算幾 不過就是 人的買 有可能我們地方有特色 或許是大城叫南科 要是4萬2千多 所以這間是5萬2千多 因為這次有4萬4千多 不就是1萬4千多 不就是1萬4千多 所以我們要去4萬4千多 你沒有建立就一定是沒辦法做人 阿南副教英國副市去求到 當時官政府負責不好的因素 今天我們地方如果有建立人 相信人就不會老為阿南副教英國去了 當然有一些特殊因素 並不是大家都可以 我們一直 nodQuid 你選到後果寮 如果在城市多關就這樣 我都會問他們 他們一定要在這裡 他們每次都去買後果寮 他們在後果寮 買上班也是差不多20分鐘就到了 阿南公也差不多20分鐘就到了 阿南公就到了 所以說他在南國附近照理說人口是要慎重的 他安定沒辦法慎重,就是當時他不健康 現在我們生活LMO已經開發了這些問題,我們要先處理 所以說建立叫學校應該是相有相成的 他新次買手術或戴手術或戴手術或戴手術 所以說建立叫學校應該是相有相成 開發起來的時候就不會有了 再來就是說他們的家庭或戴手術 一四家都在建立,人家可以選擇了 這是破片民間的狀況,說給大家做參考 好,謝謝議員 議員,感謝你對選法發展的關心 因為你很有興趣,你用很多心力在上面 我在這裡幫你設施 你剛才說這順,就是希望我們市政府 他的LMC先起一個學校 當時呢,我們小新里和周邊的民眾都有連署陳情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正式幫你揮揚 那因為附近的三間學校 小新國小,大城國小和桑花國小 其實也已經都要飽和了 加上LMC現在已經有一千六百幾戶 人口未來也會增加 所以我在這裡同意 我們林議員的直訊和民眾的甄情 決定在LMC先起一間學校 感謝市長 我也是代表 未來這個小新國小 因為他沒辦法擴建了嘛 你如果要經營土地又經營 LMC是我們自己的 土地已經出席了 所以我們決定在這裡 但是如果這個情形會面 有可能小新國小 可能就要出銷了 原來因為他五十幾年了嘛 是 這個土地我們也可以提供來使用 包括因為這次LMC這個土地 有上化高中 他們的房子就在那裡用 是 所以未來我們小新國小五十幾年 這個古學校如果拼圖之後 這個土地要怎麼來使用 我們再來討論 我在這裡正式幫你揮揚 感謝市長 我們要討論 我們要討論 已經有要任務完成了 有幫我們可以來出到聲 幫我們可以來進出 可以讓我們可以發電 謝謝議員 我們要跟市長 歡迎說 剛才我有說過 我們這個安庭 他的土地一定是要檢討 我們剛才局長 我們在南庫吃頭路 是 是 對 人口的 車流量 相信 都是由西邊來的 對 擔憑 好安屋的擔憑 比較少人 是不是就是大來嘛 都家伯嘛 修身嘛 對 三雄嘛 在阿郎 在某個 在某個 公司 是 所以說 安安區 它 建立的房子 有夠多都是安定 都是不建定 那些小孩的主題大後的計劃 有臨力的,他想要買新房子 他來買LM最方便 他如果在安安區 月是五分鐘來就夠了 你如果安好路五段 到海料,那是五分鐘的路程 通常人都有優惠的觀念 盡量不需要離開 所以這個人都不怕 我會說去關注 所以說 我們安安區可以信長一頓 英國信長一頓 我們生活是算出幾隻 但是人會欺負 所以說案頂 九十年他告進 心中四百幾人 這就是當時為了不好 我的看法是這樣 教長你也應該知道 案頂有這個問題 是的 跟議長報告 因為案頂 我在頂一處 沒有檢驗到郭管政府的時代 因為在地的案頂都是價位窟瀉 所以當時在案頂 國中後面 我們有一區原地的公盟要穿起來 掛酒餅的農地 當初是差不多三十幾家 要做這個區段情緒 這案頂可笑到內政部罪了一關 因為他們的習慣性就是跟安頂先發信似 這個組地區都會跟南科特領區做回省 一省來就發言說 你還有很大的民進部去開發 我希望我們先去開發南科特領區 所以那時候最後內政部這關沒有過 這點是很可笑 第二就是說 對我們目前南科的開發來講 因為剛才市長已經有正式回應 就是說我們這個效用最重要 因為我們接下來在內政部補準的 準備要補準的就是我們的GF區 GF區就是有選法跟我們部分的安定 這就是說讓我們這個南科要吃頭路的人 LM區因為現在開發已經慢慢接近切成了 等我們這個GF再開發下去 差不多LM剛好保和了 這樣抓好這個行動的人口 就可以從GF區 我們只要這樣一步一步 當這個土地界外的機閃 跟這個科學區開發完成 這樣我們同步怎麼會去檢討安定的 土地界外 包括ABC包括安定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適時去增加了 所以我們現在是照這個步調 我們有建庭的供應 不會讓這個讓南科的工作人員 他找不到地方住 但是也不至於供應太多照 因為你如果供應太多 電腦是它就夠了 所以我們是用這樣一步一步控制 加上現在學校還有開票之後 我相信很多我們這裡的科學 有很多工作人員是很穩定 住在南科這裡 那些小孩要上課也好 或是要讀書也好 或是住人要吃頭路也好 都夠這麼方便 所以我們是會用這樣的方式 一步一步來增加 所以GF開發之後 我們就可以考慮 看是ABC 或是說其他的區 還有三個作為來開發 這樣一步一步 讓我們南科的酒店 我們先發行事安定 都有很好的行政 在這裡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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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的 торы 鋒 許多 我們 那個 那 裡面 是 一個 祖 worldwide 來 mundo 台灣 那 對 沒有 發 Ben 我告訴你 其實到會想 開發的時候 是你們最優利的 議員這個看法真的非常正確 我跟議長報告 LM剛開發的時候 平均一平台的成本價是五萬 我們現在要開發GF 平均的成本價已經成長到九萬 所以我相信未來等到ABC開發的時候 應該是都十萬超過 所以其實會像議長說 越萬開發其實越有價值 他的價值越高 不過因為平均的民意代表 都會用鑑定的所理 那醫師論師 當時如果先開發ABC 安定的民口 叫省外的民口 一定是加起來不比針比較壞 因為那邊塞邊的鑑定量太多 他們買到LM 當然LM也開發得比較慢 我們市區 就是比較有建立的東西 小新娘有些建立 他們在那裡塞江 安定來說 來買小新娘也太多了 所以整個都流行去阿南區買 我跟議長報告 其實想早 南科剛開發的時候 進出最快就是我們安定的庫長 我們庫長跟這個港口幹部那裡 那時候早期還有一些建立 那時候小老很快 我跟議長報告那時候 小老生都很刺 我知道那邊的 當天的 當年 差不多民國九十年左右 一間都差不多賣三四百 四五百這樣而已 我想那兩個政策的 全民現在一定在協會 說怎麼賣那麼刺 當然現在安定 大家覺得說比較沒有建立 其實我們要自己做報告 我們就是這樣逐步的時候 我們把GF進入開發以後 我們一樣會再同步再去安定這邊 再來做檢討 看看是不是在爭取安定 還有機會再來增加 但是我們現在的做法 我們不敢增加太多 因為我剛才說 南科電影區這個帽子還是很大 就像我們星期後來增加 是增加三十六點錢 所以我們可能在安定 也是用局部的小面積的增加 來慢慢滿足我們在地的輸給 我想這個我們會再來努力 我一定還會來努力 局長我建議說 這個整個必須要結合 科研區的資訊的連結 對 他們科研區說 這位就是台積電 在南科它才有設計四個晶圓廠要去 連電有兩個 所以我們在南科 是一個成長空間 不是像普通的科研區 就是定型在那裡 對於有重大建設路 所以這點要麻煩我們 吳局長 我們一定還會來努力 我們還會來努力 來補充這些開發的 要求科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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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資訊的問題 最近我有教科研區 我們的林局長 在關心要健康環評 他們積極就是在這樣 進出環評 讓過 不然台積電是在台東 以台南去支援 每個市場上 一個 還有一個 他一間 一間 那個 一間 也要去 一間 一間 那間 都有 高 現在他們的嫁威就是要在男女生蓋兩瓶 她的15P 蓋好之後 男女生就在男女生蓋一瓶 所以本來她台中是沒有要蓋15P 蓋了 但是最近的資訊就是說 和林是因為我們這裡環境不過 我們如果環境不過是要蓋我們這裡去 我跟她做報告 其實台積電雖然說 她配合她這個對接近市場的需要 她必須要去大陸設施 但屬性是台積電她她把想先進的製程 包括這個15奈米 包括最想先導注的10奈米廠 都是留在台灣 就是我所了解她連最先進的6奈米 現在在研究研發的6奈米製程 她也是放在台灣 她只是因為貼近市場需要 她必須要把15奈米以上的去放到大陸去 這個對於是貼近市場的 所以未來就像剛才說的 只要南柯這邊環境補環境的部分 如果能夠順利通過的話 市場她還是會繼續繼續倒在這裡 因為對於來說最重要的最先進的製程 她還是希望留在台灣裏 比較保持結界的領先 比較有辦法保持領先的地位 所以未來我們南柯的發展 這個群聚效應是持續會增強 不會減弱 所以市府邊的土地開發 我們還是會努力繼續來做 所以說我們有一些設施 不可以當它不夠的時候做 應該是我們要先為它籌謀 要思考它的未來發展的問題 我們如果把它做起來 它會更加健全 這個我們在市府邊的土地開發利用 我們怎麼會繼續來 不會停 感謝吳局長 我們差不多GF的募情的進度 一直到進步 我們這時候不太有意見 可能我相信今年 GF區的土地界會要來完成 應該有機會很大 所以我們後續副大政修的這個 這個界會心大作業 我們甘地政局現在 已經都在聯合作業當中 我們是希望說能夠趕快加速這個GF的開發 讓這個後續的這一個員工能夠進駐的話 我們就這樣照這樣去照順序開發的話 其實我覺得對選法安定也好 未來這個發展的這個進度很快 感謝我們吳局長的用心 吳局長請問 我們要麻煩我們內市長 來關心我們生活安定地區的發展問題 吳局長先感謝林議員對市政的全力支持 臺南市政府在林議員的要求下面 其實也很努力很努力 你歡迎我們當地民眾所尊重的各種問題 包括地水的問題 我們安定的地水工程 或是善化的地水工程 它是10年的保護標準都已經完成 所以當地民眾也沉沉感受到說 已經有很大的改善 那第二點 剛才你歡迎的這個交通問題 我們台南市政府在過去 三四年中間 在高雲區長局長的幾個 我們的捷運化公共運輸系統也完成 所以過去是三間客運公司 我們現在是經學做一間叫做大台南公車 有六條幹線 七十四條支線 加上其他都共100空八條路線 每一個行政局都有夠 每一間大學 每一間高中 每一間平衣 每一個風景區 我們都有得夠 所以我們去年 高通的運輸人口 人數已經一千八百空兩萬人儲 那管制學平前最后一年 四十七百四十六萬人儲而已 所以我們已經翻倍了 所以剛才你歡迎就說 因為我們學生小孩在讀書的時候 上下班的時候 車太客 太麻 這部分我交通局會馬上來改進 那麼另外你歡迎的 你要求的 道路透光的問題 因為這六合局 土地是六合局的 所以我會請江部局和水利局 匯董六合局和議員和地方的民眾 歡迎的民眾去匯攤 那確定說這個土地不用錢 而且不會影響到提供的安全 我會請江部局來協助 土地 回應民眾的要求 另外就是 剛才你說的 那個加南大陣的 景觀的綠美化 同樣 如果說公家機關的土地 還是我們會來設法 如果說民間的土地 如果說民眾願力提供 因為那不是外觀 土地也是他們的 我們只是做景觀改造 可以讓附近的民眾 可以來這裡 休憩 我們參加新華 那個加南大陣的 那個水道一樣 這個我們會來做 我也很希望說 安定這個地方也好 或是人頭的一個地方也好 可以參加新華 或是新贏 我們現在新贏的 那個加南大陣緣山 我們也把它併作美術館園區 用那個藝術的手段 生態的工法 這次其實也定於一個 常行的公園 新的民眾歡迎也很好 所以如果可以在這地方議員的支持 和民眾大家說得好 這個我們會來做 另外學校的問題 我已經有跟你回應了 這點 因為我們考慮到 考慮到你剛才說的 因為南區、航區 那個島主 繼續不斷在來 所以未來也預期說 這個 這個職業人口會增加 所以職業人口增加的位 所以他在附近 要找租的需求就是增加 找租的需求 現在的土法局在供應土地 在做這個動位 在做供應土地 如果有辦法人家去除了 學校也要改管 尤其是 我有看到說 我們台灣三大工業區 三大工業區 三大工業區 新的工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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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東工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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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台南市 新市的工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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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前這兩個工業工業工業 已經沒有再上升了 他們的營業 營業額沒有再上升了 五年像春台南市 這個新式科學園區 營業額還在上升 投資還在增加 這個標示說 台積電 或其他先進的 工具工具的先進的技術 都選擇在我們台南 這也是為專業這邊 台南市0206 地盪全世界都正關心的 萬人之淫 除了是你們的關懷 當然台南市也是工具 很重要一個社區 iPhone 7 是不是有辦法 如期出口 出口 所以往後突然堅持到我們台南市新城匯行豐 所以當第一次發生在台南當時 全世界、科技界 都盼管台南這邊的第一次 是不是去影響到新城匯行豐 所以我記者的例子也可以代表說 我們台南市雖然是個構想 但是因為過去軟動山參東人士 大家盜盜ュー 大家有這個口科很豐 所以我們有辦法繼續發展下去 所以你剛才要求 我想這是應該我們大南市政府 會積極為未來 新設立這個學校 我想簡單以上 幾點幫你報告 感謝市長 感謝大家今天出席的客戶修長 感謝我們台北主席辛苦 一切感謝大家 謝謝林志展議員的質詢 今天的議程也非常感謝 賴市長及市府的團隊 也非常感謝我們今天媒體記者 先生小姐女士們的採訪 更感謝我們議會 各位同仁還有陳明書長 大家辛苦了 謝謝今天的議程到此結束